他們兩個挺得住 所以就算撞到了 屋頂也不會塌下來的 風格不同的大帥哥 聯妹主持 他倉場戴 那你也倉場戴嗎 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戴的這個口罩 是比較偏向 廚師或是一些 賣美食料理 然後我就看到了飛哥的聯妹 這個時候我還沒有跟飛哥 遇過遇過 所以我就覺得 哎呦這個 因為看起來很帥嘛 那個房子也很大 是 後來來到台灣我就去 哎呦那個飛哥有很多的 餐廳啊 連鎖店 哇 一定賺很多了 然後 馬区大哥帶我們去吃 我的第一碗烏肉飯 就是在飛哥的店 喔 在飛哥的店 對 我的印象就 這個店就是飛哥的 我說飛哥店在哪裡 他說就那個留鬍子啦 我說那不是那是鬍鬚章 雖然天飯也是一種文化 然後天飯也是這個 台灣美食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哎呀 好吃吃零喔 好 我們跟豪一起去練習的時候 我跟豪 問我要不要吃什麼 我說我們去飛哥的烏肉飯好了 他說什麼東西啊 然後 因為我以為那個餐廳 那個餐廳到什麼 對 胡鬚章 胡鬚章 因為那個照片也看起來像飛哥 我說飛哥一定賺很多錢 對 他說飛哥退休還可以賺那麼多錢 對 太罷了 他吃不管硬的 軟的 酸的 辣的 苦的 他都用這句 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真的喔 他是硬的 酥的 軟的 苦的 辣的 他都說 喔 入口即化 我說不是這樣講的啦 有時候像我們之前有一次出外景 那種只有睡三四個小時 隔天馬上又要再出外景 然後 但是就是又要吃東西 但是有時候其實吃的也蠻辛苦的 所以像剛剛那個攝影大哥叫我手伸出來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我自己好像成哥 突然不能受到這個職災影響 每一個團隊的Leader都不想要自己團隊輸 就像我們 就像江黃姐或是錢姐 那每一個人都不想輸 那但是每個人真的花的練習的時間 就像一個職業的運動員一樣 我們當初也是 那所以但是比賽一定有輸贏嘛 然後還有當天所有人的狀況 我覺得 我們當下 我們那時候還在明星運動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給自己的壓力也蠻大的 那像現在有看到GORAY 或是現在的 對 他們 好像我們的 好像看到我們以前一樣 然後我真的也很 打從心裡的人想幫他們加油